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四场国产马三岁得比系列赛 我们一共有十匹公马四匹母马 分别为一号马核动力 二号马哈加提 三号马子弹 四号马云彻九霄 五号马永兴奇迹 六号马玉龙出鞘 七号马金枪六九 八号马奇克乐克 九号马子弹头 十号马重心追星 十一号马樱花巷 十二号马灰藤郡主 十三号马皇家车票 以及十四号马合力旋风 画面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一号马核动力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永康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华语马业 腹磅57公斤 位于九号闸 二号马哈加提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敖白云 练马师包秋心 马主马俊平 腹磅57公斤 位于十四号闸 三号马子弹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建国 练马师刘二端 马主王虎 腹磅57公斤 位于三号闸 四号马云彻九霄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迈尔耿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玉龙马业 腹磅57公斤 位于二号闸 五号马 永兴奇迹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骑师赵新刚 练马师 何祥寿 马主 猴兴剑 腹磅57公斤 位于六号闸 六号马 玉龙出鞘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双鹰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清格乐图 腹磅57公斤 位于四号闸 七号马 金枪六九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魏云忠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李勇 腹磅57公斤 位于一号闸 八号马 齐克洛克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厄勒哈尔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 吴海勇 腹磅57公斤 位于五号闸 好 屏幕中间看到的是 九号马 子弹头 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公马 骑师 人青伦珠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 华语马业 腹磅57公斤 位于十三号闸 十号马 重心追星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初一 练马师 董春红 马主 王德全 腹磅57公斤 位于八号闸 十一号马 樱花巷 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母马 骑师 董小军 练马师 刘代强 马主 河北一名马业 腹磅55公斤 位于十号闸 十二号马 滕辉郡主 来自中国的三岁 六色母马 骑师 陈毅 练马师 周涵 马主 张健 腹磅55公斤 位于十一号闸 十三号马 皇家车票 来自中国的三岁 六色母马 骑师 田新华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刘贵胜 腹磅55公斤 位于十二号闸 十四号马 何力旋风 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母马 骑师 陆真济 练马师 温良生 马主 何力马业 腹磅55公斤 位于七号闸 马主 拥马 坐你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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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船 好的 继续可以看到的是 10号码 众星追星 那么目前还是排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位 那么在旁边的呢就是6号码 御龙出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马匹已经过了第二个弯道了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6号码 御龙出鞘和7号码 金枪69 那么现在都是排在本场比赛的 并列第一的一个位置 好的 所有的马匹呢 已经过了第二个弯道 还是展现了一个万马奔棚的状态 目前的话还是为您播报一下 本场比赛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7号码 金枪69 已经领先了半个码位 那么在它后面的是6号码 御龙出鞘 以及10号码 众星追星 那么众星追星后面呢 是14号码 合力旋风 合力旋风旁边呢 是1号码 合动力 现在已经形成了第一个梯队 领先了第二个梯队 大概是三个码位之隔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守住内篮呢 依旧是我们的7号码 金枪69 现在是排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位 可以看到外篮有一匹码 已经抄了上来 那就是1号码 合动力 现在在奋力的追赶 所有的马匹呢 现在还是在继续在后方去折服 那么比赛现在看看 还有最后的 大概500米的一个屠城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位于内篮的7号码 金枪69 还是一路领跑的一个状态 所有的马匹呢 还是在奋力的去追赶 可以看到 看到的是14号码 合力旋风 已经开始上 上来了 好的 7号码 金枪69 也在奋力的 奋力的追赶它 我们可以看到 7号码 金枪69 还是领先了 大概是 三个马位 那么后面一直紧紧跟随 不放的呢 就是14号码 合力旋风 在后面的是 1号码 合动力 最后的200米的 一个冲刺接的 可以看到 7号码 金枪69 领先了两个马位 排在本场比赛第一位 后面是14号码 还有没有机会 7号码 金枪69 率先冲过了终点 感谢观看 好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 第二个赛是第四场国产马 三岁得比系列赛 18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金枪六九 最终成绩是2分22秒23 骑师魏云忠 练马师私日古愣 马主是李勇 第二名何力旋风 最终成绩是2分22秒83 骑师是陆真记 练马师温良生 马主是何力马业 第三名 何动力 最终成绩是2分24秒65 骑师陆永康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是华语马业 那么让我们 恭喜获得前三名的赛马 骑师 练马师 以及马主 收藏 转变 是